说他五十八 都不严 等于说他六十 得说六十八要先 替我还帅老呢 你还帅老 我都够帅老的 他怎么能看出我老啊 你说你看看他比我年轻吗 导演 我刀呢 直接把我刀给拿过来 看我砍不砍死他 这来的什么玩意 自己没张眼睛吗 还是老头审美有点问题 你也不看看到底谁长得老 自己头发都白的跟拖把似的 毛都没几根了 发际线后移的跟阿哥似的 还说人家长得老 你可真是厕所里跳高 过分了 这乡亲第一次碰见你这么唠嗑的 人家不是说做人留一线事后好相见 这万一你唠嗑直接把路都给堵死了 你这是打算老死不相往来了吧 万一哪天抢特价东西碰上了 我看你敢不敢跟大妈打招呼 指不定刚刚见面大妈就对你一顿大嘴巴子 大爷做人要有辞职之名 你好哥我是红娘小琪 你好你好 相亲对象杨大爷63岁丧偶 退休金3200元 老头不抽烟不喝酒啥爱好都没有 唯一的爱好就是瞎溜达 我是早上4点半就出来了 4点半就出来 你天天都出来这么早吗 我天天早上出来都走一大串了 早上从我家出来不能管 往里不能往里回来 往里走大桥转转转就是一小圈 小圈 这还是小圈的 哎哟 瞅瞅红娘那没见识的样 这才哪啊哪啊 老头我非让你长长眼 让你看看啥叫溜达 我走过大桥我跟你说 我走过哪儿 那叫北红去了 马上算过你走多少时间了吗 可以嘛 三个半小时 走三个半小时啊 那回来是哪回来啊 一出 你也是溜达回走啊 走是走三个半小时 回来就走三个半小时 对 那第一步 这才算是远的 就你那去公园溜达溜达 那都不算是 大爷说了 为啥要溜达呢 那肯定要锻炼身体啊 不锻炼少活多少岁 人你必须得锻炼 人必须得锻炼 为啥说人必须锻炼呢 人你不运动 那生命就完 大爷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生命不息 运动不止 但是运动是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 你压得去顺着河岩溜达这么远 再溜达溜达都出声了 我可真怕你溜达溜达成失踪人口了 指不定还要我们电视台发通知去找你呢 我怀疑老头就不是诚心来相信的 带着红娘都把公园转一圈了 大爷天天转身体肯定受得了 但是咱红娘他们可受不了了 尤其是那摄影小哥 扛着摄像机上去都不接下气 又是心疼摄影小哥的一天 红娘赶紧提出回家看看 生怕把摄影小哥的小命给丢着 最后还是逃不过走回家的命运 红娘还好忍忍就过去了 可真是心疼后面摄影小哥 看来今天又要失去一位摄影小哥了 但大爷可是一位讲究人 走了这么远回来 肯定饿了吧 赶紧吃点东西补补身体吧 这肠跟别肠不一样 这好不一会 哎呦 是买的呀 他晚上买的吗 哎呀 我这 哎呀妈 我好像过你呀 我的 你现在离子怎么吃啊 哎妈呀 这像不像孙女来爷爷家 爷爷给零食的场景 这老头可真能处 零食说给就给 还必须拿走一堆 生怕红娘吃不饱 大爷就说了 你们就吃 使劲地吃 老头子我有钱 别不信 你看我戴的都是金手表 咱这手表还带钻呢 我是钻在里边啊 挺闪的 我这是 这里边是钻 里头钻 那这是金的吗 金的 我颠颠颠颠 这还是那种 机械的 全自动机械的 这种比较好比那种贵是不是 那不是 哎呀 我两块花了一块 还有吗 买两块 得了吧 老头你也别拿另一块了 就你这两块金表加钻 才花了一万五 就你手上戴的这个 里面的钻石都值不少钱 我是该怀疑你在吹牛逼呢 还是怀疑你压得被骗了呢 我看这骗子卖你俩手表 含泪赚你一万四 但是老头说了 管它是不是真的 我买得开心就好 谁让老了花不出去钱 来 让你看看我网购都买了点啥 这也在网上买什么 对啊 在网上买的 平时用吗 用吗 拿着擦这些玻璃啊 对啊擦玻璃擦地 这些玻璃直接拿码都够了 那能有它块吗 四百多呢 四百多啊 哇 这家本能擦地啊 哎 四百多啊这个啊 四百多 那你觉得四百多花钱买的这个合适吗 那啥不合适 买的脱步不也能擦地 脱步泪掉了 这可让我笑得够呛 这破玩意四百多 大爷你可真是有钱没地方花 那商家起码挣你四百块 这玩意不妥妥的智商税吗 得了 也别看别的了 我怕被这老头乱花钱 欺出来心脏病 那舍得花钱的老头 想找啥样的老伴呢 老头条件还不算太高 行了我高低给你找个身体健康的老伴 于是红娘就找到了杨大妈 姐你好我是红娘小琪 小琪你好 杨大妈五十八岁丧偶退休金一千七百元 目前在女儿家居住 说到咱杨大妈那可是苦命人 本来一家三口好好的生活 可是天不遂人愿 丈夫早早的就过世了 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把闺女养大成人 现在也退休了 在女儿家帮忙照顾外孙 孩子小的时候还好 但是现在孙子都长大了 自己在闺女家住的也不好意思了 于是就想找个有房的老伴俩人共度余生 那大妈想找啥样的老伴呢 身体好点 对我好点 对你好点 条件好点 反正就这些吧 也没什么啥太大药 要求咋都这么低呢 得了 你俩可赶紧见面吧 杨青范杨大姐 你好 你姓杨的 我姓杨 杨俊廷杨大哥 别看老头一脸正经的握握手 但是这老头可不是啥好人啊 就是笑面虎一个 他那脸又哭面 你这老灯还会看面相吗 上下一看就知道人家啥样了 那你对这镜子看看 今天能不能找到老伴呗 大爷说了 自己不怎么相忠这老婆子 但是直接拒绝又不好意思 反正自己也爱溜达 就当今天找个人陪自己溜达了 而女 咱说谁也指不上 女人说眼睛有脚 对 对不对 咱说你 也别说指不上 你要有个大师小情 那害得也是女人 反正吧 那是由于马仕 两人说啥说 你锻炼身体 把身体锻炼好了 对不对 哎妈呀 大爷你真不是来乡亲的 真把锻炼放在第一位 乡亲只是顺带的 这可让大妈给老婆高兴了 你不指望而你还指望谁呢 指望你天天出去溜完呢 我看不对 你就是有钱 你就有病子有灶 你不还得指望你吗 还是谁能管你啊 大妈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有时肯定指望儿女啊 但是大爷更有一套说辞 儿女人家也有负担 人家给你负担 加大了 现在你们想转轻 约挣多钱 你们个个心里知道吧 你们养回个孩子 枪为一事 没毛病 这俩人说的都没毛病 只不过是俩人站的观点不同 但是大爷你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也不能指丧骂回啊 你咋知道我赚的钱都不够我自己花呢 但是大爷可不管你都管你呢 自己的嘴长在自己身上 啥话都敢说 老头就是无所畏惧 说的话直接就让大妈给他俩大嘴巴子 你看你这五十八你可老啊 你这五十八你可老啊 我也老啊 咋的太老了 我就接着 他说他五十八都不认 等你说他六十八 你说六十八就行 我说那话姐妹你别多心 明白了 我这就实惠跟你说 我没多心 咱们没说就是 朋友 夫妻做不了 单身一个朋友 人家会说 哎妈呀 这老头也太任性了吧 把老婆子说生气了 还说走就走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要我说 这大妈虽说长得不年轻 但起码还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你也不干完镜子 你自己长啥呀 别说家里没镜子 没镜子就撒泡尿 照照自己长啥呀 你瞅瞅你头发都白成啥样了 发肌线后一阵当自己是阿哥了 大头子当波鱼 就得挨敲 那我就怀疑了 到底是大爷因为长相看不上大妈 还是因为别的事 谁给你的勇气挑大妈长得老的呢 比我还摔老呢 比你还摔老 我都够摔老的 我就只不过我就没直接摸下 我也想转头 妥了 这回知道了 确实这老头就是个颜值控 就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老伴 就是以为大妈长得老 所以才转头就走的 大爷你也不看看你啥样子了 头发马上都成地中海了 还挑别人呢 那大妈可不服啊 你这老头这不妥妥的欺负人吗 他也不年轻 他怎么能看着我老啊 你说你看看着比我年轻吗 当时他说你长得老 你当时心里长得老 当时我就心里我就有点不得劲了 那我 我 那我 那我 咱跟他俩不行就是不行 在一个你长的样子 他现在也长得怎么老怎么的 嗨 你瞧 本来是来相亲的 这整得可好 老头唠客直接唠死 本应该和和气气的俩人 直接反目成仇了 这磕唠的真硬啊 但是我们是来相亲的 不是来树立敌人的 刚才确实是老头说话太伤人了 出于礼貌 我们还是劝大爷回来好好告个别 有点过火呗 好像我说有点过火 聊到这了 完了那个 大哥也自己觉得自己刚才说话 确实是这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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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做不了夫妻做个朋友 就一个再一个 无关家我们 咱都一笔鞋不出脸 得了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刚才损大妈的时候 咋不寻刺你俩八百年前是一家呢 还是各回各家各找个妈吧 就你这嘴啊 弄不好以后给你介绍一个还一个 好了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